属灵新康之理所当然 白昼耶和华帝向我施慈爱 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 诗篇42篇第八节 当我们的人生世事都一帆风顺 我们看见光明的未来 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们会带着满满的感恩的心 来到上帝面前称颂感谢赞美神 但是当我们的人生陷入黑暗中 我们向上帝呼喊 我的敌人辱骂我 好像打碎我的骨头 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能否依然能够赞美 称颂我们的上帝呢 没有经历过黑暗 怎么会珍惜光明呢 没有经历过上帝的磨炼 怎么能体会到上帝大能的带领呢 当我们现在黑暗中 才能看见上帝光明的一面 无论我们生活在黑暗还是光明中 我们都要学习凡事谢恩 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中 只要我们愿意顺服 上帝必能够看见上帝的美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让我学习凡事谢恩 无论我的人生遇上任何的挑战 我相信 只要我紧紧的依靠上帝 你必定带领我走向光明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